然後大家會想說 那個草型態啊你要 先大一 還是一大 大一跟一大有什麼差別?其實沒什麼差啊 因為你用的是虛左之男的草型 大家好啊 我是YR啦 今天要來 測一下虛左之男 剛剛就打了一場 星耀1 然後選瑞克 瑞克現在太好贏了 太強 奧義一樣 一顆暴怒嘛 然後猛攻刺殺龍爪 裝備的部分就非常多變化了 你要走凱薩走輔助都可以 用這個虛左之男 1200直夠 超級薄心 而且手感很好 用了讓你從 B排 甚至從C排衝到S頭有可能 沒有因為他這隻角色現在這個版本就是很強 魔紋的話我建議帶小斬 跟凝霜 凝霜現在太好秀了 然後死亡詛咒還是比較好用啊 還是建議帶死亡詛咒 前期的幻血 死亡詛咒 有沒有 要把它通一下 1% 然後小斬的話可以優先吃掉一隻兵嘛 這邊 你可以先清點兵然後上2等 過去之後水型態也是直接督他啦 因為水型態的話 會增加那個有一個類似小斬殺這邊督上去 之後 然後之前有觀眾 有教學 就是你在談第2次的時候你要往你反方向拉 你可以連續督他2次 或者是說你不要去查那個鼓弓 你就督一次之後呢往後走一步 再督他一次 這樣就變虛左之兵 很強啊這是小斬 裝備有很多種 像 T-Ross的話是 鼓鼓嘛 那個 閃電狼的鼓鼓 他就喜歡鋼槍全能帶點半坦 我覺得那一套裝備其實很強 然後像這樣打 摩倫 跟飛雷 基本上你也可以先出巨魂 但巨魂之後你一定要出王者 這邊又是一個蹲點 杜蕾 還有一個2技 PLAK 跳去 201D 這邊還可以再打 先把那個飛雷彈出來 讓隊友知道說 飛雷在這 然後你再慢慢跑線回去好了 凱薩路現在錢很多啊 你提早先跑線也沒關係 然後這邊看到一個 弗洛倫 一樣再督他一下 然後他空花 尷尬了 其實弗洛倫打了瑞克 看操作者 這場的弗洛倫他是帶風塔 所以他 不死的蠻殘 那我們是帶 瞬移 基本標配嘛 瑞克瞬移 標配 剛剛跑一波支援 上半部我們的人是優勢的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不用急著再過去 然後現在瑞克你也知道吧 改強啦 就是你 大招先手你如果沒有彈到人 你後面走過去他印記還是浮上去 這邊就是標準的水旋代加水銀 北藍 你就是 一技能督上去的時候 安上水銀 跟你那個 一草挑然後大家會想說 那個草型態啊你要 先大一 還是一大 大一跟一大有什麼差別 沒什麼差 因為你用的是虛左之難的造型 通常我 大一我是 會看準狀態就是我進去 他死定了 那一大的話我是會進去 稍微消磨一下 準備要挑第二次 所以我通常大一 我就是大一一 連續兩段草型態挑飛 直接把對方 要秒殺對方的感覺啦 那如果今天你只是想要消耗對方 或是你想要在 中間撐場 你要當一個中牌 我就會一大 然後再跟上去一個一一 這樣 所以就會變成 變成說是 一上去大 然後再一一這樣 這邊就是標準的一個 雙草型態嘛 那你如果要先開大的話也可以 哥德爾救一下 有大招呢 救一下嗎 那麼帥的造型不救 我剛剛佛洛倫又死了一次 對啊 這場對線的對手是有點弱 沒錯 不過瑞克本身你打 像是遇到什麼塔拉 我原本講說我要對塔拉 因為我頭很痛 對到塔拉完蛋了 其實對到塔拉 對到那種比較硬牌的角色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支援 你只能打支援 你就是打會戰 瘋狂拼命的打小會戰 但你不要一直去中路一直把你的中路兵給擦掉 他當然是很過分的一個意思 然後瑞克打佛倫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 你那個防守反擊 最好是開在 你防反擊不能擋掉花 所以你最好是開在他的 二技能的雙叉 你知道嗎 一技佛挑一下嘛 二技就 啪一下然後 再靠一次二技他會變成 然後佛倫最痛的就是那個 因為預判那個菲勒會大招 所以要睡 不要省 可能會出事啊 省了你的血量就沒了 這個 一個小細節 就是 你單線的話你不能被換到太多血 你被換到太多血 你沒能力守下一波 雖然說在這個場影響不大 但是你越打越上去的話 這個影響很大 打線 不能被換太多血 你不能浪費太多時間在灰塵 你看像這邊我如果剛被打殘 我就要灰塵了 那我就不會在這個位置 那這個菲勒就不會死 讓你懂差異了吧 所以千萬不要一直被打殘 然後一直 叩回去 這就有差了 剛剛差那個8秒灰塵 你看我這邊根本沒辦法打來 打來這裡 對方的打野節奏 這個 這個很 這個伯后人也想吃牛肉麵啦 他一定是想吃捷琳的牛肉麵 然後這邊克里希會回來嘛 所以直接堵他 這個就是調皮了 貪心 貪心啦 可是通常就是直接回家了 你在這邊繞過來你都會被堵啊 然後這邊剛好就是一個 虛左之堵 再把他堵走 這也是一個小觀念啦 就是 千萬不要太大意啊 尤其現在傳說對決小號這麼多 我不是小號我只是沒什麼在打 所以剛好在新耀E 然後打到現在這個節奏我的出裝是 鋼槍啦 鋼槍就是會比較適合在一直跑線打小團 然後我後面再補上一個全能 因為我沒什麼壓力 我打線沒壓力了 而這次我還可以換線 你看我一直跑 然後那個瑪迦就去幫我補線 結果瑪迦來單殺他 我的尷尬 然後這邊再扣一個集合 因為 差不多時間啦 那個菲力會來吃這個藍buff 然後他很天真的直接把他再給開掉 然後你這邊直接 直接獨一再獨二上去二技能 一直不攻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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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 帶走 他沒辦法 通常把野到這邊你的邊線崩掉 你的野區也差不多要崩了 所以這是團隊遊戲啦 有一個 戳掉你就很難打了 然後我們打野觀念也不錯 所以如果你現在打傳說對決 你 打不贏 你可以先思考一下自己哪邊 可以 再更好 哪邊可以凱瑞 就譬如說我剛剛講的 你在邊線你被消耗他的東西 你沒辦法提早做支援 那這個是你可以掌握的 如果你被 你一直回家一直回家一直回家 那我跟你講你沒屁用 你想要凱瑞也凱瑞不起來 所以你可以先從 你自己能掌握的地方做起 雖然說隊友如果真的很戳啦 像這一場我如果在對面 弗洛倫爆成這樣子 我真的是很難打 那也沒辦法 但是你可以去想 你要怎麼樣打 譬如說這場的菲勒啊 他可能 這邊已經崩開啦 那他就一直 平板的打這邊 或是說他甚至直接 站起來去打對方的 野區啊 就打我們的野區啊 就避掉我這個瑞克啊 那如果說我瑞克的支援 你就剛好很即時 那真的彼此摸一摸 你也沒辦法啦 然後這裡的話 你可以選擇上一個 反甲 你也可以選擇上 護衛軍戰盾 那你可以看一下備戰 像我剛剛點了一下備戰 我看 好像沒有人出 聖騎戰盾 但是我不太可能出 聖騎戰盾 所以我還是出 那個 護衛軍戰盾 這邊是利用 水前代加順 因為那個 貝類會在這邊recall 可是我可以出盤甲 我都看一看 因為有人出一劍 但沒差啦 因為我們要打緊 我們要打緊 我們也是可以選擇出 過衛軍戰盾 因為我們不可能塞那個 冰袍 有權能 千萬不要再塞冰袍 那個權能冰袍 就 很天啊 雖然我自己也幹過這種事 這個就是 往後退一步 像我剛剛這邊我就是 一挑往後退一步再挑 因為我旁邊有亥牙 我不用急著做那個輸出 我不用急著挑都 然後挑都 我不用 我就慢慢的挑 後挑 慢慢來 確保他會死 這樣就好了 現在就是收殘局了 揮軍戰盾出啦 真的很帥喔 如果 瑞克是佐助的話 那誰比較適合他名人 我想一下 名人 不可能莉莉安吧 那個色誘之術 莉莉安蠻像的耶 用那個金色那個造型 如果瑞克虛佐之男配 莉莉安的那個金色造型 送他一個大域羅旋丸 不然還有誰 還有誰比較像 埃羅是蠻像的啦 如果他的那個手部改掉的話 都沒辦法 不然埃羅那個頭髮蠻像的 誰比較像 自首空拳 小青不行啦 小青女的 誰不是像 沒有人比較像 名人 這個景調皮啦 直接一個二挑上去 這個版本的瑪迦跟克里希都很強 你們都可以 去玩 瑪迦跟克里希真的是 有點扯 扯蛋 但再扯也沒有我們這個 許佐之男瑞克 我這一波 這個部分 我覺得 該收個費用 打高地局的話 都是那個路形態 路形態的話 你就要 看情況 就是 基本上就是壓塔 不要衝進去自殺 壓塔就好了 你就是往前把對方逼退 然後 壓塔 留一個 二段一技能拉出來 你可以一進去 太大 然後呢 或者是你 伊順 大進去 但是你不要打到底 你要記得留一段技能出來 打高地局的話 是這樣 除非你的隊友要跟你衝 但是打單牌 基本上你的隊友不會理你啊 你衝進去的話 那亥雅不一定會跟著你轉 那哥德爾也不一定會跟著你控 除非今天是哥德爾先控 那你衝進去 ALL IN OK 不然通常打高地局 你衝進去的話 你就是 送頭 而且我們816的戰績 千萬不要進去送頭 送頭的話會很難打 非常難打 這邊上去一個空挑 沒關係賺個助攻 舒服 剛槍全冷的話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的這個大招勢力蠻快的 或者是你要出鋼槍冰袍也可以 可是我 還是會比較喜歡 鋼槍全冷 那如果說你想要出拘魂那一套的話 怎麼出呢 你可以出拘魂加 冰袍 直塞王者 轟命再上仙靈 仙靈不要在腳上 現在的仙靈通常都是買一個小腰帶 你買一個御魔腰帶然後等到大概11等之後 我覺得應該12等13等差不多 然後你再把那個仙靈到這裡買上去 至少啦 至少要11等過後 太早買沒屁用 真的 你買一個小御魔腰帶就很高用 上路這條龍你可以稍微控一下 隊友這邊出事你先幫隊友 然後隊友拉掉了嘛 你看這兩隻拉掉了 這時候你不要進去打 就說你一定要留技能出來 然後再跟著這個天空巨龍 繼續打 你這邊可以Push給壓力 但你不用說全部的人都擠在這個天空巨龍 對方會直接清兵 你可以從這邊再給對方壓力 然後再慢慢打 往上這邊就可以進去了 多多的空了 收尾 結束 結束